用叉燒做一個菜式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狗黃和洋蔥 這是什麼?韌? 這是什麼菜式? 進來看看就知道,去片 大家好,又是阿星星,和大家分享一下茶餐廳炒粉麵系列的乾炒叉燒可 炒可粉一定要有可粉 這是什麼可粉? 這隻叫做炒可 炒可的特性會比較硬和粗 還有一隻叫做水可 水可是比較幼、滑、薄 以上材料 有些洋蔥絲、韭黃、蔥、韌拿 乾炒叉燒可 我們都要有個豉油汁要調配 豉油汁要調配 豉油汁要調配 炒一個柯打的份量 我們有些什麼呢? 生抽 生抽落一個茶匙 差不多 這麼少就夠了 這個湯匙 我就落半個湯匙 接著 老抽 炒可粉最好是用草菇老抽 老抽要加多少呢? 一個湯匙 差不多 味道更加和 更加好吃 那怎麼辦呢? 你會不會加雞粉 我家裡煮的沒有雞粉 是少許多 美極或加蘿蔔 也是半個茶匙 少許就夠了 好 說明炒可粉 第一步成為炒粉 第一步先煎一边的芽菜 烧一下锅 放一点油 因为芽菜有一定的青味 放一边的芽菜 放大火 让芽菜熄出芽菜的青味 稍微软身 就可以放在芽菜 芽菜熄出备用 这段时间 放适量的油 不用太多油 放入洋葱和葱 放入海粉 放入半斤 将外面炒的穴 开大火 先煎一煎河底 大约煎一分钟 不要动 炒这些河粉 我记得我自己入行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我很喜欢 进去炒菜 进去炒菜 哪有时间 炒福食和宵夜 让伙伴吃 进去炒菜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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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软弄 慢慢煎 煎香的河粉 才会好吃 现在保持大火 要多大 热烤 等可粉受热均匀 炒至短位置可以在可粉旁边慢慢软身收缩 就可以放入其他配料 叉烧 炒至新鲜叉烧 炒至新鲜叉烧 放入所有材料 用可粉的热力炒一炒配料 慢慢放鬆 煮上一盆 煮上一盆 大家能否聽到聲音 炒好的食物是要聽到聲音的 這段時間 放入剛才的生抽 滷香 滷香 放入醬汁 放入滷香 融合 放入滷香 放入煮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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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放入煮汁 放置了,爽都破了 大家看看烟,阻力以及干炒可粉的效果 之前炒完上碟,火加热,一碟乾炒可粉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有鑊气呢 那我就先吃饭了 多谢大家看我星星的频道 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茶餐厅炒粉面 多谢大家收看